清晨4点30分 当大多数的人们仍然在梦乡中沉睡 这儿却是灯火通明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晰夫妇 过去三年以来始终是黎明前几起 未曾间断 学术声望社会地位种种耀眼的光芒 在这一瞬间都已暂时黯淡熄灭 此时此刻他们不是专家学者 不是教授 只是单纯的法轮大法学员 他们愿以最真诚最直谱的方式 一如全球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一般 参加集体成练来迎接朝阳 揭开一天的序幕 张清晰博士是台湾著名的经济学者 目前在台湾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 教授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学课程 任教育台大已长达三十年 毁人不倦 作欲英才无数 他的专业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制度 多年来发表的专业论文和著作 已经多达四五十种 特别是和其他三位经济学者合著的 《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 早被选定为全台湾大专院校经济学教科书 是台湾第一本本土性的大专院校经济学教科书 受开风气之先 在早年充斥着原文教科书的台湾学术界 可谓突破性的创举 造福千万新兴学子 学术地位备受肯定 曹慧玲曾经在东吴大学经济系 担任副教授一职长达十余年 目前是专职的家庭主妇 他们两人都有傲人的学经历背景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也都有一定的学术成绩 但是一旦人生所追求的一切 如民生 地位 财富都已拥有之后 财经学多年来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 他们竟然无所察觉的 一点一滴的 失去了身体的健康或心灵的宁静自在 这种人过中年的心境 还真是难以禁诉 一个人活在世界 受到外境的影响 我觉得蛮苦的 就是活得不自在 不管说你的喜怒哀乐 我都觉得 都让我会觉得不自在这样 那我很想超脱这一个 所以我就是会看很多的书 那甚至在宗教或非宗教的法门去修 那 不过呢 后来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法轮功 实际上我修过几个法门 我看过很多的书 那我会觉得说我心没有安定下来 我都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目标 我不知道 我都会打一个问号我实在是不晓得 都没有那种安定的感觉 一直到看了那个转法轮我整个心就放下来 我知道确定这个是 因为他的方法很简单 很简单你就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是去体悟你这个真善忍 怎么去对待任何的事情 随着你明白那个法理 那我觉得这条路是非常自然的 那就像以前我接触过其他的法门 那你在修的时候 他告诉你要怎么做要那么做 或是一些戒律或一些什么东西 那可是那时候我实在是都不安心 我觉得没有那就是到这里 我觉得身心安顿 我是能够50岁就能够中以后才认识法轮功 那我觉得在40岁以后一个男人就觉得说他就开始就 眼睛就开始有变化 开始慢慢出现这个老花眼的这个现象 然后身体慢慢走下坡 过去也知道一些 譬如说人生哲学 或说什么咒又鸣 什么伟人传记 想要做一些什么身心 或是自己的这个提升 但是事实上都非常片断 而且他没有什么联系 没有什么理论的这一套东西 你当你不做的时候 你也不觉得说有什么不对 但是你修炼法轮功之后 你根据你的这个新的人生观 你知道说这些事情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你可以持续做这个事情 那觉得说他是非常有说 在长文这个阶段里面就是身心自在 但是其实不只是这个东西 他事实上是真正人活在这个事实上的目的 能够露实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每天生活就非常充实 这个是我觉得过了中年之后 能够学的这个大法 真是自己非常幸运 人过中年喜遇大法 对张清晰而言可谓人生的转折点 在1997年之前 张清晰认为人生头等大事 便是铲除人间不平 伸张社会正义 以现代辖士自居 他曾经在1989年和台湾一群大学教授们 共同成立了城社 城社是一个论证而不参政的知识分子团体 当初成立的宗旨为 基本取向是现代自由主义 以促进及实现自由 公平民主多元及均富的现代社会 二三十位城社社员 基于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 各自由专业领域出发 评论时政 针匾国事 在台湾蔚蔚一股知识分子论证的清流 张清晰于1997年和1998年担任城社社长 他向当权者挑战 揭露弊端 针对公共政策适当之处 口诛笔发 他为弱势团体走上街头 大声几乎公平与民主 那是一个异性风发的张清晰 同时也是一个愤怒的张清晰 现在他以前是非常急躁的人 然后他又是对那种社会争议非常地重视 所以他的那种 他整个外观 你会看起来他比较风急 因为他会碰到一些 他一想到那个不符合他的正义的这种 他就全身就大概就崩起来 把他就要去主持正义以后 然后去跟人家吵架之类的 那现在呢 因为他修炼了以后呢 其实他整个脸 他的这个外观上 你可以看他整个线条都柔和了 而且现在就是他以前 因为实际上他以前也是身体都是 因为长期的那种 就是劳累 非常的劳碌 那虽然他没有什么病啦 可是你可以看他气色并不好 而且会感觉他疲倦 有时候感觉蛮操劳的那样子 可是现在修炼以后呢 你就觉得他 他整个外观都改变了 他线条也柔和 那个脸色也红润了 是这样子的 那他还是一样非常的忙 那现在就是他那个急躁的脾气 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是他会给人家很大的压力 那因为他不符合他的效率的时候 他简直受不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是我开车 旁边看你这个机器这么不灵光 他急得简直是 或者说这个碰到什么 人家速度开得不够快啊 或什么 他简直急得受不了 那他现在就不会了 至于张清晰本人 又是如何看待昔日的自己呢 那个在众人眼中 胆敢向执政者怒吼咆哮 手持正义之箭 脚踩贪官污吏的义勇级先锋 如今已经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了 惊喜对照感受格外深刻 我过去在社会上做很多社会运动 觉得其实是非常无力感 对这个整个社会要有什么样改变 是非常困难 后来就慢慢就跟自己讲说 反正就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对自己有交代就好了 但是在做些事情 在做研究也好 在做社会运动也好 其实非常累 那有时候就必须要接触一些 譬如说电脑的休闲游戏 来松弛身体 然后必须要 譬如说每天要看一些电视长片 觉得这样才能够使自己比较轻松 能够再为明天 有点这个体力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修炼法人工之后 我就完全改变了 就是说 以前要做这些 才能够使身体放松的事情 只要看书 只要去练功 它就完全不一样 那慢慢这些东西就 变得非常不需要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掉之后 发现说你的时间变得非常多 你可以做这个修炼的事情 修炼前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有时候身体不能非常紧 事实上很不轻松 就是说那个躺下去 其实前身是非常不轻松的 这个在修炼前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修炼以后就 才慢慢觉得说什么叫做轻松 躺下来这个前身觉得有法轮功 所以它这个很多机制在里面 所以那个松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舒服 放松不只代表身体放松 连心灵也整个放松了 以前自觉有一副狭义心肠 不为民不徒利 维护人间公平正义 不遗余力 在凡尘俗事中 应该算得上是个好人了吧 但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 了解到要以宇宙特性 真善忍作为最高标准 规范思想言行 张清晰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 法轮学院大法的最高法律是真善忍 那过去我自己觉得说是求真 因为其实做学问也是求真 在一些社会运动上或日常生活上 我觉得我是求真 那在那个善跟忍 特别是忍方面 觉得自己比较不能够做到 那所以比较大的感觉是在忍方面 觉得比较能够对一些事情比较不动心 这是自己感觉比较大的 但是其实后来慢慢发现说 你自己觉得说特别好的那种个性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常人社会里面的一些标准 跟大法里面的真善的标准 事实上有一段距离 在经过这种考验矛盾来的时候的这种调整 那个感触是蛮深的 那就是说 事实上在真善忍在日常生活上 经常会碰到 层次非常多 就是比如说善的这种层次也是也很多 那是不同时间感受到的这种 自己的这种感觉 或体验 就不同时间的自己的体验也会有不一样 不过还是一句老话 就是说如果对这个法里有比较深刻了解的话 事实上在实践真善忍上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做法 身体放松了脸部线条柔和了心境也平和了 但是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往日一起并肩作战 对抗社会上一切不合理制度与现象的战友们 却开始感到不习惯了 有人说张清晰修炼法轮功之后变得消极了 没有一丝火气和战斗力 对于张清晰本人而言 他却觉得修炼法轮功之后 他反而更关心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加城社之后我也当过城社的社长 那反正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我过去做了很 反正对为社会正义啊什么出一些力 但是其实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其实你不太能够做什么事情 只是说心安啊求心安而已 那修炼法轮功之后 这个很多事情看法就不一样了 那也引起过去有一些这个街头上的朋友 就是一些好朋友的误解 他们认为说你们修炼人都管自己的 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找理由 然后就对社会正义好像都不太管了 他甚至批评说我在开会的时候 这个做两个小时从来 就以前就是怒目相向拍桌子啊什么 跟人家吵架了 现在后来变成是不发一眼 他觉得不能够接受 他是说你是不是都不关心这个社会 那社会不光平谁来管这样子 其实修炼法轮功之后 事实上是比以前更关心这个社会 而且我们认为说真正的关心 真正会能够使社会变好 必须要从人心改变 人心不变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表面上可以做到一点 然后一时可以有点改变 事实上他维续非常短 他的那个 那个发费力量实上非常有限 那为什么说他能够改变呢 其实做社会动员很多也知道说 到最后就是觉得说 他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就只要去求助于教育 那教育又必须从小开始教育 因为大学生要改变他的这个心理 改变他的作法是非常困难 那从小教育一个人到社会上 最少要十几二十年 其实法轮功 两三个月就能够改变一个人 几年之内整个人的这个人身上 都改变了 他作为就改变了 事实上是快很多 事实上是有效很多快很多 那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其实是不太一样 就是真正 觉得真正社会或者这个国家 要更好 事实上他有一套他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在法轮功里面 讲得都非常清楚 所以只要去接触的话 你就知道说 其实修炼的人 修炼法轮功的人 因为他是在常人中修炼 所以他在常人中 他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 他对社会的这个了解 或对社会的这个关心 是不太一样 但是他事实上是更积极 而且是更有效 这是我从这一路走来 我自己的这个感受 所以特别是跟过去的一些朋友 我当然不认为说 现在他们做的东西是没有效的 但是譬如说我过去觉得说 最大的这种这个争取的东西 最大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就是社会公平 但是真正的公平是在反共里面 你接触后你就想要说什么是公平的事情 人真是非常公平的 你要修炼你就晓得这个道理 根据张清晰的说法 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宇宙观 这样一位在经济学专业学术研究领域中 表现卓越的杰出学者 他为什么选择加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 法轮大法法理如何启发了他影响了他 他真是经过一番省思与判断 而后做出理性的抉择吗 我修炼法轮功其实也是有番周则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障碍 后来是因为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带 所以慢慢就知道法轮功里面的内容 知道他非常正 就是他不存钱不存物 然后不求人不求利 在修炼过程中除了买事以外 就几乎不花钱 然后他要求你做一个好轮开始 当然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这种收获 不过就是说假设这东西你不认识 了不起就是做一个好轮 所以他没有什么损失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非常好 不过还是经过几个月时间 才真正下决心要修炼法轮功 经济学里面的这个学问 学历或是学收或是主张派别 他只要能够自言其中 能够解释一个现象 能够预测未来的话 就是自身一家自言 如果他的这个范围比较广的话 就是一个大学问家 像诺贝尔德这样子 很多其实他的理论范围都非常窄 那以这个所谓的科学来判断 来看这个法轮功 或来看这个钻法轮 事实上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科学 他当然是一个操场的科学 因为他谈到很多东西是现在科学 不能够解释 不能不敢去触及的这种层面 所以我觉得就以这个 现在科学的这个定义 他都是非常科学 因为他谈那么多东西没有矛盾 这个是我们接受这个东西的基本的条件 我当然也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经常是被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没有这个定论的这个所谓的理论 它挡住 就是说有一些常的这种理论 大家都知道他事实上是没有定论的 但是他们却深信不疑 然后以这个东西来挡住你去求真理 或是去做这个修炼的这样一个 非常非常殊胜的事情 有时候觉得非常可惜 但是常人的理议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师 他绝对不是迷信 他是一个操场的科学 对于身边学术界的朋友产生的遗憾 倒没有发生在张家 张清晰的独子今年21岁 一开始当父母向他介绍法轮大法时 他原本抱持着不接受的态度 但是当他在好奇心驱使下 阅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 《转法轮》之后 书里博大精深的内容 一下子打开了他的思维 他基于对法理的认同 自发性的愿意成为法轮功修炼者 我会想要学 我会想要修炼 是因为在这本《转法轮》里面 我是找到了就是人生的意义 人生其实他的目标 并不是老是赚钱 并不是要追求名利的 那所以我找到了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就照着这个目标去走 那这个目标就是要以修炼为那个 就是要以修炼来达到这个目标的 那而不是因为譬如说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我觉得我什么很灰心上志 我想要找别的东西来安慰我 慰藉我这样子 修炼 一般人往往将他和中老年人画上等号 年纪轻轻的中意 是不是也觉得学法练功等修炼活动 单调又乏味呢 看看同学在对照自己 他自有一番定见 就我跟我朋友比较起来的话 他们会比较多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的欲望会比较就是比 就是可能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看了这本之后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 不是说比平常人单调成分乏味 而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减少了 所以比较容易满足 这样比较容易满足的话 其实自己生活会过得比较快乐 因为不会老是去想我还要 我还需要什么 我还需要什么 但是我的朋友的话 他可能他们可能就会 总是觉得得不到满足 总是想要更多 所以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 看起来比我好像还要充实 但是其实我是自己充实自己 他们是老是找不到可以充实他们的东西 那我会觉得我比他们过得还要充实 在这个家庭中 一家三口都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 按照法理 碰到矛盾都要向内修向内找 找自己的不足 如果发生任何摩擦 大家都各自反求诸己 不把过错往别人身上推 那么相处关系必然日渐和谐 这一点家里的女主人最有体会 以前因为我们三个人的那种个性都不一样 像我先生很急 那我儿子是特别的那种慢狼中 那我是大概比较在中间 那三个人这种 有时候那种不太能够配合 造成那种紧张 那个真的是这样 那我觉得修炼了以后 像我先生那么急躁的体系 他已经不会这样 他都很耐心的会等 或者说我们自己 你碰到自己什么事情觉得过不去 心里不舒服 那个你一察觉的话 他就很短的速度 你就可以放下 就没有那个感觉 那以前的话 你会在那里心里难受的半天 我怎么样 现在都不会 所以大家都调整的蛮好的 由于张清晰和曹慧玲 都在修炼法轮功之后 感受到身心巨大的变化 受益良多 因此他们在工作和料理家务之余 也同时投入弘扬法轮大法的行列 希望更多的有缘人士 也都能从中获益 在许多弘法活动中 都可以见到他们夫妇的身影 甚至他们还将家里开放出来 举办九天集体学法练功班 成立学法点 引导大家修炼法轮大法 法轮功呢 实际上他真的是在我自己的 发生在自己身心 我周遭的人 还有我们开了很多的班 就是开那九天班在教人 那你可以发现人的改变 那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改变 他的身心的变化 他对人的态度 那个表现出来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 一个人就一直在往散 非常好的方向一直在变化 这样子 那我就 所以我就会很 尽心的想要去哄化 让世人都晓得说 这个法轮功实在是非常正派 而且让你可以很快速的提升 让你活得自在安心 张清晰夫妇表示 全世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 都有责任义务 将法轮功的真相告知世人 例如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法轮功学员修炼些什么 如何修炼 修炼的内涵与实质何在 法轮功带给人们身体健康 心境祥和等种种事实 都必须让世界上善良的人们 有正确的认知 作为一个法轮功的学员 一个大法地址 希望跟世人讲清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说法轮功大法是政府 那实在是对你的身心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有些国家对法轮功有误解 然后限制学员修炼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事 修炼法轮功大法对身心健康 让你的生活自在 就是在生活在人生的这个层面上都非常好 那其实他当然不止这样子 对我来讲 如果他不是有一套完整的法理的话 我想我也不能够坚持 所以他事实上在法理上 在那个工理上 都让人家售后非常大 那所以我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能够去修炼这个法轮功 最少去认识一下法轮功 那有些国家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邪教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 事实上世界上 所有国家 包括很多政府 事实上对法轮功都非常正面的肯定 因为他要求学员是要做一个好人 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 在社会上 做一个好人开始 那要尽责任 只是不求人不求力 这个在任何政权 在任何的这个国家里面 在任何社会上 都是会带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非常大的好处 如果你去看《转法轮》这本书 你去接触这个修炼的学员 接触大法 就能够了解这个真相 《转法轮》这本书 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 书中阐述法轮大法法理 博大精深 全世界已经有上亿人 经由这本书了解了做人的真正目的 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尽管跟大家介绍这个推荐《转法轮》 他谈的是从人生 从这个宇宙 从物质 去谈这个各种现象 谈它的道理 那里面当然也包括一些 这个所谓超重的科学 那也包括一些这种 我们经常看到的东西 包括人的德跟诗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对我来讲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超重的法理 他经过一个 他实际上有一个宇宙观 我是从这里面得到我的人生观 就是说人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 他要干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地方 他有他的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在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以前我自己 这个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的经历 实际上对人生有点体验 那有些事情看多了 实际上也至于有一套推理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断断细细 非常灵性的 那在这个书里面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架构 来了解这个人生 法轮功究竟是迷信 还是超常的科学 为什么全世界有上亿人 学练法轮功 他如果真的如同某些报道上 所说的是愚昧的迷信 又如何经得起这么长时间 这么庞大的人群的一再验证呢 《转法轮》一书阐述的法理 真的是那么博大精深吗 为什么能够吸引博览群书的高级知识分子 请阅读一下《转法轮》吧 答案自在其中 我愿意愚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法轮功